北京动物园有恐龙吗? 有,鸟类就是恐龙。 目前学术纪所使用的恐龙定义是这样的, 恐龙包括这些生物,三角龙、麻雀, 它俩的最近共同祖先,以及该祖先的所有后代, 这个表述看似别扭,实则博大精深。 此定义首先确定了两个点, 麻雀和三角龙,毫无疑问这两种算恐龙, 然后向最近的共同祖先追溯,注意是最近的, 一杆子知道了单细胞生物可不行, 这位共同祖先也算恐龙,最后是扩展, 共同祖先的所有后代也都是恐龙, 按照这个定义,所有的鸟类都是存活至今的恐龙, 而不仅仅是恐龙的后裔, 概念证明白了,这篇就不算标题版了, 这也是第一个知识点。 OK,言归征传,现在进入北京动物园, 第一个出场的是传说中的老宝子, 大宝Lotis Daddy, 个型木宝科, 本种为大型的鸟鸟类, 翅长超过400毫米, 熊鸟铁长可超过1米, 重达10公斤, 是世界上最大的飞行鸟类之一, 中国国家与其保护动物, 其实老宝子般行驱啦, 颇有些先锋道骨, 气度不凡, 但古人物以为本种有尊无雄, 故而鸟即克夫, 其性罪隐, 所以和风月场所联系在一起了, 然而古人说对的时候不多, 大宝当然是雌雄俱全的, 这位是著名的白肤锦鸡, 基型母智客锦鸡鼠, 要名铜鸡, 智客多鸟鸟, 本种更适合铜鼠的鸿腹锦鸡, 在颜值方面一时余亮, 南风高下, 和金碧辉黄道鸿腹锦鸡不同, 鸡雄鸟的色调, 一白, 翠绿和黑为主, 并不特别也, 但大腿浑然天成, 给人以装重华丽之感, 本种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三次多胎乃是幸福之本人, 又想像俊俏的, 就有外貌丑陋的, 很显然, 出怪了Tocytoschartanicus, 罐形木怪科突罐术就属于后者, 本种大了伴种, 由于秃头为最显眼, 但这脑袋不能吸看, 满目床移, 越看越不舒服, 正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可描述的红领绿鹦鹉, Satically Creamery, 一型木鹰五颗, 雄鸟怒目圆正, 此鸟则心也迷离, 用两羽生的话来说就是, 正不知天地之间, 除了它们两个之外还有什么, 相连相惜之中, 两人获得了生命的大和谐, 此系黑头环罐, Makara Americana, 罐形木怪科环罐鼠, 大型是琴, 其配色很单调, 大部分白色, 头部和脸颊为黑色, 所以不要动不动, 就说, 大熊猫是唯一的黑白动物, 喜鹊买蓝莫胡鲸, 以及黑头环罐都会表示不服, 北京动物园经费也可能比较紧张, 蓝恐雀, 这颗恐雀鼠虽然不是稀罕东西, 我甚至吃过蓝恐雀的肉, 但居住环境如此寒碜, 也是万万没想到, 武汉动物园的蓝恐雀, 比这幸福多了, 这位赤臭名叫住的加拿大爷, Branda Canidenses, 牙科黑燕鼠, 媒体通常更愿意叫, 他加拿大恩, 据说他在加拿大一皮气急患, 恒情霸道著称, 特别是繁殖季节, 带娃的母亲力气急胜, 且战畏不凡, 若不小心招惹了他们, 很有可能付出血的代价, 蓝头燕鹅子Indigo, 牙科燕鼠, 中等眼泪, 大体上和胶羊差不多, 本种是非常适应高人生活的鸟类, 被青藏高原常见的小后鸟, 其体内的红血球与氧结核的速度, 比一般鸟类要快, 不可承受气泊空气, 又飞越中风之能, 最后压轴的是重量级大咖, 双唇赫托 Casuarials Casuarials 不恶懂慕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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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慕, 因有双唇肉片而得名, 本种体型建硕, 吃短小孩无非详能力, 头发落路, 顶有脚质管, 在恶托身上, 可以领略一下当年恐龙的风范, 就介绍这些, 被动当然不止这么寥寥几种, 只是我拍到的不多, 有些也懒得在说, 记住, 鸟类就是恐龙, 而我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我们做好什么事, 不知道我们做好事,